国足营巨变 中国足协处雷霆手段 金镜道等44人被终身禁足 大家好 我是小熊猫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近期关于中国足球协会发布通报的这件事 啥事呢 居然有44人因为赌球 假球这些违法事 被终身禁止在中国搞任何和足球有关的事了 这消息一出来 那可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咱先来唠唠这事的背景哈 中国足球协会通报说 这44个人因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开设赌场罪 赌博罪啥 被刑事处罚了 这些坏事可把中国足球的风气给搞坏了 社会影响那叫一个恶劣 为了把中国足球的场子给清理干净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一合计 就下了这个超严厉的处罚决定 像金镜道他们43个人呢 直接就被终身禁止在中国搞足球相关的活动了 还有巴和江 沃尔满他们17个人 因为被查实受贿 批假球这些事 被禁止在中国搞足球活动5年 这里面有个圆杭州绿城队的球员 沈刘希 这家伙在2013年就被终身禁止搞足球活动了 结果还不知悔改 又因为开设赌场罪被刑事处罚 中国足球协会那是坚决 再次对他执行禁业处罚 再说说 这处罚的细节 就是给金镜道他们43个人终身禁令 给巴和江 沃尔满他们17个人5年禁令 对那些屡教不改的 中国足球协会那是态度超艰巨 必须严格处罚 这就表明了中国足球协会对违法事那是玲珑人 让大家都知道 谁敢乱来就收拾谁 这处罚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是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来的 而且这些人的行为也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国足球协会这一出手 就是要维护行业纪律和法律尊严 这事在社会上的影响可大了 大家都觉得中国足球协会干得漂亮 对违法事零容忍 这有助于净化足球环境 让大家重新相信足球 这也给那些搞足球的人敲了警钟 让他们知道得遵守法律法规 别搞歪门邪道 好多足球爱好者和业内人士都说 这处罚决定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大专程 狠狠处罚能震慑那些想搞事的人 慢慢恢复中国足球的公信力和形象 媒体和社会各界也得一起努力 监督引导足球运动 营造好的体育氛围 那未来咋办呢 这处罚不只是惩罚过去 也是给未来提个醒 中国足球协会得加强对足球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监管 建立自律机制 大家一起努力 让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 要给足球从业人员上法律和道德课 提高他们的意识 建立监督机制 保证比赛公正透明 加大打击力度 让那些人不敢乱来 总之 这次处罚是对违法的成绩 也是对未来的警示 希望大家都重视体育道德和法律尊严 一起推动中国足球好好发展 中国足球就得公平竞争 诚信手法 这样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分享 谢谢大家